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做一個《創世紀人物商業能力》的排名 《創世紀》是很多人都很喜歡看的一個經典的電視節目 是TVB其中一個最大的製作之一 它的人物關係都非常複雜 《創世紀》裡面最出名的其中一件事就是雙戰和股票市場 我今天想分析一下每個人的能力 以及誰才是這麼多人之中的強者 《創世紀》首先是TVB在1999年和2000年的一套百集長劇 總共有107集 《創世紀》我當時已經有看了 之後2005年再重播,我也有看 當然已經是這麼多年前的事,我也不太記得 之後我就有買回DVD來看的 現在我仍然保持這套DVD 所以我也不時有時間去看 當然我是其中一個粉絲 今天我就會分析12個人 當中比較多參與商業活動的那12個角色 我亦都想說一下TVB亦都以這套劇集 而推出了一個遊戲 叫做《創世紀企業王國》 就是這個遊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我自己也有玩過這個遊戲 所以我對這套劇集的雙戰 也非常有興趣 而這個遊戲當中包括了12個人物 就是這12個人 葉榮天、許文彪、張智力、馬智強、霍景良、葉效禮、 耀榮鏗、霍希賢、陳永欣、彭梓衛、田寧和方建平 但我今天想分析那12個角色 就不包括《十明欣》和霍希賢 因為這兩個 其實在《創世紀》這套劇集中 基本上沒有參與過任何商業活動 所以我今天就不會分析這兩個角色 取而代之我就會分析這12個人物 其實都是這12個人 除了霍希賢和陳永欣 取而代之就是Stanley Stanley是馬國明的角色 他是葉榮天、羅家良的股票經紀 我覺得分析他就比較好很多 因為他雖然他不是主語角色 也不是配角 但是他也參與過很多商業活動 其實他是幫葉榮天一個很得力的助手 所以我就寧願分析他 另外一個人就是葉榮俊 我其實也覺得有點驚訝 為什麼這個遊戲不包括葉榮俊 因為葉榮俊其實在這套劇裡的氣氛都很重 也參與很多很多的商戰 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會包括霍希賢和陳永欣 但是就不包括葉榮俊 其實他也可以呈包括葉榮毅 葉榮毅是葉榮俊的弟弟 也就是葉榮俊的二哥 他也有些商業活動 但是這個遊戲也沒有包括這兩個角色 今天我就會分析這十二個角色 首先葉榮天 看回這幅圖 就是主角葉榮天、羅家良的角色 第二個是許文彪 就是陳錦雄的角色 張智力、古天樂角色 這三個都是主角 其實馬志強也是主角的 但是馬志強的參與商戰比較少 不是沒有 而是少一點 有馬志強 葉榮鏗 葉榮鏗是葉榮天的堂弟弟 也是葉巧禮的第三個兒子 這個就是葉巧禮 是一個香港首富之一 當然他實力也非常厲害 霍景良是葉榮天的師父 也是同葉巧禮的死對頭 方建平 汪明荃的角色 田寧 我這個分析都包括田寧 田寧是蔡少芬的角色 也是古天樂 即是張智力的女朋友 之後也是他老婆 還有彭梓維 彭梓維是葉榮鏗的老婆 就是這麼多人 十二個人 當然包括Stanley和葉榮俊 這個分析中 我會把他們分為三大集團 第一集團、第二集團、第三集團 第一集團當然是最強勁 商業朋友最強勁 第二集團是比較中間 第三集團就是 其實這十二個人都不是差的了 第三集團是高手之中的低手 即是這十二個人之中 不是最強勁的那個 就是第三集團 我由第三集團開始說 這十二個人裡面 其實蔡世傑有超多人物 這十二個人其實是最強勁的 其他不包括那群人 例如霍希燕和崇永欣 就簡直不是這三大集團 這十二個人之中 第十二名 可以叫做第十二名 實力最差的就是 我覺得是田寧 再說一次 這是純粹我的個人意見 當然每個觀眾 不同人都有不同的意見 這只是我的意見 就是我的排名 不代表真實排名 這是我的個人意見 田寧是第十二名 這個大部分人都會認同 我覺得 因為田寧其實也不是參與過太多的商業 只是比霍希燕和神明欣更多 因為很多場合相戰之中 尤其是在《創世紀2》《天地有情》 她主要是做一個內奸的角色 即是她暗中幫助張智力 因為田寧就是蔡世芬的角色 她帶了張智力去陷害葉榮添 葉榮添是張智力的死敵 葉榮添當時不知道張智力的身份 田寧是進入了葉榮添的公司做員工 幫助張智力 她做了很多內奸角色 塗料給張智力聽 她應該也對商業有少少知識 她最後做了張智力的老婆 張智力最後做了梁大主席 她是梁大主席的老婆 她不是參與過太多商業活動 也不是直接 所以商業活動自然是最低 其實也不是太多出名的東西 第十一名就是葉榮鏗和葉榮添 我以個人意見覺得他們兩個實力差不多 葉榮添比較多經驗 但葉榮鏗在很多不同的 他自己出來做生意其實也做得挺出色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實力也不是差太遠 唯一最大分別是葉榮鏗做多些正當的生意 葉榮添大家都知道做了一些偏門的 很喜歡出一些那炸招 其實創世紀大部分都會用那炸招 但葉榮鏗是比較好的 葉榮鏗就出名出古惑 其實跟其他人一樣 葉榮鏗有很多商業活動 雖然他經驗比葉榮鏗多 但他也用那炸招手段 他很多東西都是靠許文彪 許文彪幫助他才成功 最後當然也被許文彪出賣 許文彪亦輕易打贏葉榮駿 他令葉榮駿那麼有錢 也很輕易令到他一無所有 其實葉榮駿相比起來就不太出色 他的經驗多 但當然了 他在這部劇中也是十大 即是他跟葉榮鏗同一個排名 我現在就說說第二集團 因為時間也不夠 首先第九名 其實也很難決定誰是第九名 我想是彭梓衛或者馬志強 彭梓衛其實也是一個女強人 就是這個 小米奇的角色 他在這個遊戲中 我稍微說一下這個遊戲 因為遊戲中 每個人的能力都有一個數字 彭梓衛其實數字也挺高的 管理能力九 技術指數八 公關宣傳十 其實他排名第二 但其實我也不太準確 因為在這個創世紀劇中 彭梓衛參與雙戰的數量也不太多 但當然我覺得是給這三個出色的 即是他有一些女強人的影子 即是他這套戲裡面 對股票其實也認識不太大 以我所知 但他做的公關公司也相當出色 而且是屬於女強人的 我覺得他跟阿強應該的實力差不多 因為阿強他也不是開頭不太出色 是一個比較天真的人 但他始終在銀行做了很多很多年 對金融的知識 甚至股票也有些認識 他只不過在計策上不夠第一集團 很厲害 但是馬志強是由第一集到最後一集都還在 沒有死 即是他這麼多年來都是在阿天旁 或者是在他兩個中間 所以其實阿強也學了很多東西 其實是阿強得 但戰績當然不是太多 對比起第一集團 那第七名呢 我覺得其實是 Stanley 或者阿力 即是阿力 壓力通常是主角之一 尤其是第二集 但其實我覺得他是第二集團 他不是第一集團 雖然他的優點就是 他學習超快 基本上他有一個黑社會 或者一個 即不是一個什麼都不認識的人 很快就入了明大 然後學得很快 上位上得超快的人 最後就是做梁大主席 梁大前身的明大 基本上是一個難以置信 有一個無名小竹 變成了上市公司集團主席 設定兩大 這是他的優點 但其實他也做了很多犯法 但以他的商業能力 其實他在這十二個人之中 是屬於中間的角色 唯一的令人小驚訝的是 我竟然把Stanley和張哲迪的排名同樣 因為Stanley雖然他是一個比較少的角色 在這十二個人之中 全部都是最少氣氛 但他其實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看完整個集集 你會明白為什麼 因為他最後也開了自己的證券行 也是業營團非常得力助手 他非常聰明 他很多時候都是幫業營團 買賣股票 他對股票的認識非常高 當然他由頭至尾都是幫業營團團 所以他應該在業營團團身上也學了很多東西 他的股票認識非常高 尤其是自己也有間公司 所以他的實力是被很多人忽視了 然後到第五名 第五名我覺得其實是霍景良或者是方建平 霍景良是國鋒的角色 即是草出名的 霍景良 他當然非常之多的經驗 他是霍市集團的主席 他也是顧彈捉擊手 經常炒炒買賣 不是做正當起樓那些 也有起樓但是他最喜歡炒賣 他當然雙戰能力非常高 但不是最高 很多東西都是靠炒賣炒賣 也做很多骯髒的事情 甚至犯法的事情 他最出名的 也是自視過高的 這是他的缺點 我覺得他 他創立霍市的時候 他跟霍建平是老公老婆的關係 是開頭的 霍建平就是王明傳的角色 也是幫了他很多 所以不是霍景良一個人的功勞 所以其實可能 我覺得方建平實力比他更高 方建平唯一 的問題就是 他在這套劇裡面 他不是參與很多雙戰 但是他是非常非常之聰明 但是他是比較低調的人 所以他沒有什麼 參與任何商業活動 但是他給葉拼禮和霍景良 很多很多的意見 他非常之支持他們 當然是不同時候 給了很多意見 就是 霍氏和明帶有今天的功勞 業績 都是 方建平的功勞不少 方建平是一個女強人 是最強的 在這套劇裡面的女強人之中 比彭之偉更強 其實我覺得 這三個能力也是非常接近 應該葉拼禮稍為 排名更高 因為葉拼禮是 當時是 香港建築商之首 可以說 葉拼禮是主席 他陷害他哥哥 葉拼禮也是葉榮添的老爸 他陷害他 搞到他坐牢 他自己成為主席 他也是一手一腳 由明帶搞起明帶的人 這麼多年來 葉拼禮的經驗 非常非常之多 應該這麼多人裡面的經驗最多是葉拼禮 或者和佛紀念差不多 但是 葉拼禮是這麼多人之中最有錢 比佛紀念更加有錢 因為明帶規模其實比葉拼禮大很多 所以他應該用他的能力給他 是他之上 他也在第一集裡面 試過葉榮添很多次 因為他們死敵 之後和解 但是葉拼禮實力 是不容忽視的 他有很多經驗 也有很多計謀 但是他 雖然他這麼厲害 其實他差不多是第一集團 但是我不可以讓他第一集團 因為第一集團這兩個 他們 很多事情 在很多方面上 都是比第二集團優勝 因為他們的戰績非常之多 第三集團沒有什麼戰績 或者沒有什麼成功的戰績 第二集團有些 有時候有些 有些輸 第一集團基本上 差不多是必勝 第二名 第一集團 這兩個人 大部分都認同這兩個人 是創世紀念最強的那兩個人 我想 大部分都是五十五十 因為一半人認為葉榮添最強 另一半人認為許文彪最強 其實我覺得他們兩個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其實沒什麼所謂是誰第一第二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問我誰第一第一 我就會說是葉榮添第一 許文彪第二 我想很多人都會反對 我的原因就是 因為最後就是 首先為何葉榮添 稍微給許文彪有勝 第一 許文彪始終都是葉榮添教出來的 是他帶他出生的 其實這是第一個原因 不是許文彪教葉榮添 是葉榮添教許文彪怎麼做生意 許文彪 他出生其實不是做生意 他是在規劃處做建築師 他不是做生意 但葉榮添基本上從小時候 已經開始做生意 但他開始失敗過多次 因為他都沒有敗師 之後就敗霍幾名為師 學了很多東西 之後才成功 葉榮添出名的打不死 不會跌倒 當然有些人說許文彪後來居上 我也認同的 因為在過三關上席最出名的雙戰過三關 有人說許文彪比葉榮添教育優勝 因為過三關始終都是許文彪想出來的 這個我認同 但是不代表許文彪比他優勝得多 因為許文彪是他先提出來的 但不代表葉榮添也想不到這個辦法 許文彪提出來之後 他已經說了第一句 其實葉榮添已經立刻明白了他想怎樣做 也不需要許文彪教他怎樣做 或者說這個究竟是什麼計劃 葉榮添是完全猜到的 只需要他帶出來 之後過三關是他提出來 但是最後的成功是兩個人的功募 不是許文彪的功募 我想只是許文彪想出來 即是比葉榮添想出來的 許文彪想做的一切葉榮添全部都認識了 其實已經 只不過是時機問題 也是 許文彪認識的事情 全部都是葉榮添教他出來的 其實也是 帶他去釋述霍景良 那之後 許文彪呢 他唯一不同的就是 許文彪用的 大部分都是拿炸手段 即是他 他曾經打八個葉榮添一次 即是踢出歷天世紀一次 全部都是陷害兄弟的招數 即是一些不法手段 陷害 背後做很多 骯髒事情 才贏葉榮添 所以也不是正當地贏他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許文彪雖然打贏葉榮添 但是葉榮添 他跌得低 他可以站起來 許文彪就不行了 即是葉榮添 一打贏許文彪 之後 他葉榮添起來 然後 兩個也是商場鬥了不少次 自從他葉榮添 但許文彪打贏他一次之後 許文彪就走下坡 永遠回不了身 反過來葉榮添可以翻身 他跌低過超多次 最後每一次都可以翻身 許文彪就沒有這個能力 那就是 他就是打贏他一次 但葉榮添之後每次都會打贏許文彪 那 以戰績數 遙榮添也比許文彪多 那這個原因是 因為許文彪在第一集 最後死了 遙榮添沒有死 所以第二集 也有 遙榮添沒有許文彪 我覺得其實 很多人都認為 第一集 遙榮添比第二集 遙榮添更厲害 其實我覺得不是 反而第二集 遙榮添更厲害 因為第二集 遙榮添學的東西和經驗 也比第一集多 所以應該是第二集更厲害 他第二集最優勝的地方 是 超級冷靜 第一集 他也是有很多不冷靜的地方 但是第二集他超級冷靜 也是一個很有信心的人 經驗十足 基本上第二集 他沒有 所有相戰 他沒有輸過 第一集都可以說輸過 他跟張英智力鬥這麼多次 全部都會贏 最厲害的就是 葉豹、霍、霍、景良 全部都打贏了 例如和霍紀良合作 鬥邊海和霍紀良合作 他一個人打贏張智力、田寧和葉厚禮 他完全不知道田寧是內奸 是他一個人的能力 另外一個是1997年金融海嘯 葉豹、葉豹、天也是以一人之力 戰勝張之力 和其他人 他也是不知道川智力 其實是內奸 他這樣也有型 所以葉豹、天是神中之神 尤其是第二集 他是非常鎮定的人 有所有做大事的潛質 基本上最大的一場輸仗 其實都是輸給許文彪 兼且是用那爪手段才贏 而葉豹、天每次 最大分別是葉豹、天每場的勝仗 他都是以正當手法、合法手段來打贏他 即是他用合法手段打贏張智力、葉厚禮、這麼多人 最主要的那場雙戰 他倆之間是許文彪想收購明大 亦發放不利消息 葉豹、天是完全知道許文彪想怎樣 然後是輕易贏許文彪 亦沒有用過任何非法手段 這是葉豹、天最大的優點 當然,我也認同葉豹、天是一個非常有運的人 許文彪長智力也缺乏運氣 這就是我的分析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